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另外一个角度 这怎么会是台湾呢 这是东欧什么地方吗 那不是吗 那这个地方就是 你们记不记得 那个在这个东门的旁边 有地方叫做兵营 我说这个台北防卫师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方就是长这个样子 今天的这个中正纪念堂 这个前身就是这些 那各位看到这些城墙这些石头 就是从 就是这些尾墙的石头 就是原来这个城墙的石头 包括在这个永久兵营的 这个下面的部分 全部都是从那个城墙上面所拆下来的 这叫做守卫这个司令部 就是长这个样子 今天变这样子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 你看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就在这个星光大楼上面拍的 用那个用200倍的拍 用200倍的照片拍 那个相机拍的 你看那个时候的中央档布都还在 那时候旧的这个刺十字册 他的后面还盖了一栋房子 一栋房子 后来这个全部都被拆了 你看 你可以看到那个 那个伊士学校被保留下来就是这个部分 这样子 好 接下来呢我们跳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台北的西门 这地方它原来是个沼泽嘛 后来他们把这个整个沼泽给填平 怎么填呢 在台北现在应该在南京东路山段 在中山女高的附近 有一个地方叫做 叫做旧畜轮 叫做朱畜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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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那顾名思义有一家姓朱的人 他们家住在这个地方 可是轮呢 就是一个小山丘 他们家就住在这个上头 叫做旧畜轮 你们今天找那个公车站 还有一个站名啊 也叫这个地方啊 可是今天继续看呢 就是一片平地 为什么这个山它不见了 那个所有的土石被挖来这个地方填 所以这个西门丁的这些被 这个沼泽被填掉 就是从这个地方挖 来这个地方填 那按照那时候的这个 这个文献的记载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是用牛车 他们去蒸掉了很多的牛车 然后就是像做那个运输带一样 做一圈 从这个朱畜轮到西门丁 就是用很多的牛车 就一直跟着这样转 把整个这个山把它给产平掉 运到这地方填出一个新市区 这样子 所以呢 你们要了解这个 这个新市区的产权是谁的 全部都是政府的 所以他们靠卖这些地 就发了大财 整个这个殖民政府 靠那些地就发了这个大财 尤其呢他们把这个地方把它 化为商业区 你们听到意思吗 反正呢 谁做这个都市计划 是我自己做嘛 我政府做嘛 我就把我自己的地呢 把它化为商业区 它的价值就最高 所以呢 我就赚到这个最多的钱 把自己的利润给极大化 这叫做一种资本主义的殖民政府 就是这样搞的 好这样 所以各位呢 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今天的这个西门圆环 这样子 那 看一下 这个 那个 这个地方是今天的中山堂 在这里 这样子 所以今天这个地方是 是什么 立坝百货 在这里嘛 那地方是已经倒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 是红楼 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是今天的成品 对不对 你要去看这个什么 曾善美戏院 就在这个 在这个 在这个角落里 好 那这张照片呢 很特别的地方是看到了 第一个 这个西门圆环的 原来是这个西门的旧址 可是今天看不到西门 西门被拆掉了 可是其他的门都还在 可是只有西门 是唯一一个被拆掉的城门 可是呢 我们今天说 这个其他的门都还在 这句话也不太精准 因为只有北门是圆环 其他的这个三个门 都是在1960年代初期的时候 被蒋介石下令要把它改 改成一种北方的供电室 所以基本上那个城墙的基础 是旧的这样子 可是上面所盖的那个城门 是在1960年的时候所盖的 可是这个西门呢 在日历山就已经被拆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你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个圆环 其实是个小公园的意思 它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让车辆 这样被拆掉的地方 它其实是一个人 可以很容易走到这个地方的 一个小公园 等于是一个市民的一个中心 在想法上面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的车 那个还蛮少的 那再来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比如说呢 有一个这个人形的路桥 有一栋房子在这里 有一些房子在这个地方 这呢 是在1935年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台湾总督府 办了一个活动 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 叫做台湾史证40周年的 这个博览会 好 史证 就是开始的意思 史 就是说呢 他们是在1895年的时候 这个接收台湾 接收台湾40年之后 到了1935年 他们办一个博览会 来庆祝这个自己 在台湾殖民的这个40年 办了一个博览会 所以这个就是这些 博览会的时候的建筑 包括它的桥 那这个是旧西门的样子 里面进去的房子 就是今天的那个衡阳路 那它被拆掉以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是今天的红楼 这另外一个 今天的这个红楼 是一个市场 后来呢 到了这个战后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以前一个非常有名的戏院 叫做华神 现在已经烧掉了 后来那个摇人喜 自己在这个地方就盖一栋白色的房子 你今天应该去这里唱KTV吧 这里应该有 这里有钱贵嘛 对不对 还记得吧 这样就在这个地方 后面这是中山堂 那这地方是中华商场 那个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呢 在1960年的时候呢 在这个中华路上面 盖了这个八栋的房子 这样子 所以这个中华路马上就变成一个40米的一个道路 后来做这个捷运这个地下化的时候 又把这八栋房子全部给拆掉 这样子 所以今天这八栋中华商场其实也不见了 这样子 所以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时候的样子 接下来这一张呢 就是呢 这个棒球打赢了 台湾的这个哨棒打赢 达到什么叫做世界第一回来的时候 就比方这个人山人海 有没有庆祝 这现在想起来就觉得incredible 好 这就是这个中华商场被拆掉的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都有警备车 因为有很多人在抗议 这个中山堂 那这个中山堂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房子 我们下一次会跟各位讲 可是你可以看到 那个时候 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像这样的一种 一种集会性的一个建筑 这它的这个旧 它的旧址是在那个 它本来上面是那个台湾巡抚 亚美 就是这个刘明船办公的地方 那这个是呢 那时候什么庆祝什么 什么蒋经国 当这个行政院长的一个机会 反正台湾这个 台湾这个近代史最重要的一个地点 大概都在这个中山堂所发生 这是谁拍的 这是张照堂的时候那个拍的 在这个什么 在中山堂的这个附近的屋顶上 一对小恋人 然后拍那样子的结局 这张照片真的超棒 这张是干嘛呢 这是在1987年的时候 这个民进党主党的时候 就是在中山堂里面的一个大集会 那这个大概接下来有一些街啦 那像这条是重庆南路 这条应该叫做本丁 这个地方 这是京丁 那这个是博爱路 是那个时候的博爱路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在博爱路上面 他们在杀朱公 在拜拜的时候的一个旧照片 那这是北门 北门那个时候是整个这个 台湾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 一个中心 就是说你从这个台北火车站出来以后 就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走到这边就有人力车 有东西这个可以吃这样子 不像那个地方 不像台北火车前面会管那么远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 这是旧北门 一个有外国的北门 就是说它有两道的城门 所以呢这个是里面的北门 这个在这个城墙 这个外面它还有一圈 就是旧北门的照片 这就是那个 就是这个北门广 那个北门广场 变成一个生活中心的样子 这是铁道部 今天这个房子都还在 那外面就很多的摊贩 有了人力车 这样子 那往北边这边去就是大道城 这比方是那个台北邮局 然后这是北门 然后这边是铁道部这样子 那那个可是你在看台北邮局呢 这个路口的门已经不见了 被拆掉了 它为什么被拆掉呢 因为那时候他们呢 要让马路坐宽一点 因为觉得这样子 交通事实在是太急了 就把这个房子的这一块把它拆掉 然后让车子可以别的东西过去 你只了解那些人多疯狂你知道吗 为那种交通 有这么诚心的付出 所以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在北门的上面 会有那个高架桥 那种啾啾啾把它包在里面 都同样一群疯狂的人 疯到已经都快不行了 这地方是在植物园里面的一个地方 叫做建功神社 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是在日记时代很晚期所做的 一个神社 所以它有这种钢盔的屋顶 那另外一个呢 这是基隆河 这是圆山 这是在圆山上面所盖的一个铁桥 叫做明治大桥 就今天那个中山桥的前身 第一个 那后面这地方就是台湾神社 所以这个桥就是为了要到台湾神社 而特别去盖的一个桥 这是这个明治桥在盖的时候的这个样子 本来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桥 那这个是第二次的明治桥 变成是一个混泥土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桥 这样 后面就是台湾神社由鸟居进到这里面去 那这个桥呢 我们当初也花了很多时间呢 要把它保留下来 那后来呢 没有被留下来 所以这个桥呢 我们还是要找个地方要把它重 要把它重盖起来 所以就把这个桥呢 就把它锯成很多块 你可以想像吗 锯成很大很大一块 这样锯喔 就开始把它锯成一块一块喔 这样子 这些锯成一块一块都还在喔 在哪里 在旁边这个地方 你今天去看呢 那个你今天注意看喔 如果瞅过那个部分喔 你往外一看 有看到很多那个帆布 把它全部都盖起來 就是这些桥 这样 桥的尸体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怎么办 所以你看这个桥 你看这个混泥土做 用混泥土去做的喔 这么漂亮的细布耶 这种东西真的可以拆 我真的觉得疯了 人生疯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 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东西吗 这么漂亮的细布喔 这样 用混泥土做的喔 我大概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让你们知道说 在市区改正底下的台北 其实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 那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那个台北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 它被建立起来 你们如果说 对我讲的这些 日记时代的台湾建筑有兴趣的话 那也大概就是 要这三本书 连起来才读得懂 我想没有任何一本书 现在有办法处理这个 这个 这个 课题啦 那 以前曾经有很多人 试着处理过 不过看起来 今天看起来都满 满失败的 第一个当然是 是语言上面的障碍嘛 基本上 那个基本上 那是一个日语的世界 第二个是呢 整个这种史冠的基础 也都 都不对 所以他们 你可以看他们写的书 大概都是从一个 四样的角度 在 在写啦 可是那很奇怪 那其实不 那当然不是说不重要 可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不重要的 相对来讲比较不重要的事情 那其中最重要的偏差 偏差在什么地方呢 偏差在呢 其实是 是这个部分的问题 就是说你要阅读 你要阅读这个 日益时代的台湾建筑 你要真的能够深入到里头去 其实你要掌握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第一个你要了解到 那个时候的台湾建筑 其实是日本建筑的一部分 这件事没有什么好否认 也不会因为 也不会因为我们 我们那个 那个 不承认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变得比较好 不会嘛 它就是一个事实嘛 对不对 你可以想像那个时候的 那时候的台湾就是 就是 就是那个 日本的殖民地嘛 有关于台湾 就是台湾新建筑 就是台湾这个 这个 这个 在被日本殖民以后的 这些 有关于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建筑的现代化 都是在日本的殖民体制下面 所进行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嘛 你也可以了解说 这样的一个建筑的现代化 都是这个殖民者 他们所需欲要推动的 因为那个 那就是他们殖民事业的 一部分 你如果不了解 这样的一个关联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 去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 也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看不懂这个 这个日日时代的台湾 日本的这些建筑在做什么 因为你不了解那时候台湾 那时候日本的建筑在做什么 因为它就是日本建筑的 一部分 所以我关于我们 为什么这样做建筑的方式 就是 就是因为在日本就这样做 所以在台湾就这样做 这样子 那你如果真的把这个部分 读得更深入的话 你就会发现 在这样的一种 这种日台一体的这个情况底下 你才会发现台湾建筑的进步性 否则你不会发现嘛 他们那时候一直都觉得说 台湾建筑是 是所谓的这种 这种什么 世界建筑的边缘 甚至是日本建筑的边缘 根本不是这样子 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 一种日台一体的这种建筑的发展里头 才会看台湾的进步性 那个为什么 因为呢 那个时候他们最想做的一些 有关于建筑上的这个试验 不管是技术上的试验 或是一种美学上的试验 日本做不到的 全部到台湾做 为什么 因为它是殖民地 你爱怎么搞就怎么搞 那没人管你 你只要一进到那个 总督府的营善课 你就是台湾的建筑王 听懂我意思吗 说他就是这样 你要怎么做 谁管得了你 你说那个 总督会管你 不会管你 他根本不懂 他根本不懂建筑 你再告诉他说 我建筑 能够达到他建筑的 这个政治的目的 他就什么都好 这房子长什么样 他不会去管的 对不对 你就知道 那时候总督府营善课的 客长就是他的建筑王 这样子 可是你真的去研究这些人 像这本书里面所谈的 对不对 叫做这个建筑技术官僚 什么叫建筑技术官僚 他取得很学术 其实就是这个 总督府营善课的那些官员 这样子 你如果仔细读这本书的话 你会发现这群人 他们也不是一群主观的人 他们受过非常好的 这种西方的训练 他们知道现代化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们是用他们的 那个所知道的知识去做 去做一个还蛮负责任的实验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到这种 日台一体 才知道这个台湾建筑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所谓的日本建筑 包括台湾建筑在内的这种进步性 非常进步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最早有关于这种 这种市区改正 真正能够做到最彻底的地方 是在台湾 不就是不在日本 那个最早能够做出这种混凝土 全栋的这个混凝土 是在台湾做的 不是在日本做的 对不对 这个就是台湾建筑的这种进步性 这第一个 你一定要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 第二个 你一定要知道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所有事情的这个互相的关联性 是什么 可是我们常常看台湾建筑 日记在台湾建筑的时候 当我们那个跟日本的关联被切掉以后 你看到这是一个片段 看到很多的人民 总之你今天去看 比如说他们现在去研究这个部分 很重要的部分就是 这个总督府的档案 总督府的档案以前是不能看的 现在都已经解密了 所以你进到这个国家档案局里面 就可以去看这个总督府的档案 所有的这个数位档 只要你懂日文就可以去做研究 这没有什么 一点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 可是你看到那样的一个档案 你看到很多的人民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永远都不会懂 除非你去看这一本 因为这些人就是 可能是这些人的同 这些人的学生 这些人的同学 用那样的一种日本的制度 在台湾在做事 虽然到台湾会有些改变 不过基本上的想法是这样子 也就是你要把这两本连在一起 你看得懂 这样子 那甚至要把黄俊明的这本 要把它放在一起 这三本一起看才能懂 这样子 可是不是你自动就看得懂 你还要把很多东西要连在一起 自己去连… 才看得懂 这样子 那他们这三本书也有非常有趣的关系 这本书是滕生赵姓写的 翻译的是黄俊明 那黄俊明是谁 黄俊明是谁 黄俊明是滕生的第一个台湾的学生 这样子 所以他翻译他这本书 这样子 那这个黄世娟是谁 这个黄世娟本来是黄俊明的学生 他大学毕业以后 当黄俊明的研究助理 做了很长时间一段 这种台湾日剧时代的这个建筑的研究以后 然后这个黄俊明就介绍他去当这个滕生的学生 去念博士这样子 所以他们本来他们从师生关系变成是同学 学长跟学妹的那个关系 所以他在黄俊明所做的那个研究的累积底下 才写的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三代人 你知道吗 是三代人 那个放在一起的 这叫台湾这种研究的成果 这真的是一个有成果性的事情 那你们看那些李前南或是傅导心写的书 就是李里拉拉就是这样 就是他没有这种关联性 那你写东西不能这样子 不能自己拆嘛 事情他不是这个样子 这样听懂的是吗 所以我像我在看这些那种 那种台湾日剧时代的建筑 其他他们其他人写的东西我都仅供参考就好 只有黄俊明写的 是真的可以相信的 教你们怎么读这本书 很复杂的一本书 请翻开目录 应该简单的讲是 应该是第一章到第五章是一个段落 然后第六章到第九章是一个段落 然后第十章到十二章是一个段落 那第一章到第五章这个部分呢 他讲的是说 是这个西方建筑 就是说这种建筑的现代性 刚传到日本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一个比较低下的阶层里面被传播的 那这低下不是指的是什么低下 就是说它不是被当成一个正式的系统 所以它基本上是为了一些实用性的目的而服务 可是这些实用性的目的 它又带着一种很难讲的一个东西怎么讲 就是说它是一个叫做整场输入 听懂意思吗 你们看喔 第一个第一章叫做绕着地球向东转来到日本 然后它讲一个东西叫做Viranda 就是有一个字 我们叫做这个殖民阳台寺 叫做Viranda 这是个法文 我们把它就是叫做阳台寺建筑 上次我跟你们做这个导览的时候有讲过 你如果画成一个平面的话平面就长这样 这个地方是 这是真正居住的地方 外面是一圈的阳台 这个会占掉这个房子大概40%的面积 你真正居住只有60% 一种超浪费的房子 这样子 可是你从一个气候上来看的话 那这个是一个超解能的一个房子 因为这40%的面积 把所有的气候都调节掉了 这是一种热带的房子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 绝大部分的殖民国家 都是来自于北方 都来自于这个温带的地方 可是他们要殖民的地方都是南方 所以很大的一个气候上的问题要克服 因为气候上 气候的问题就是风土病的来源 这样子 所以他必须在空间上要寻求一种 去解决这个风土病的一个方法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那个机器 那个解决风土病的机器 那个Viranda 这样子 所以他们在那个 首先是英国人在殖民印度的时候 他们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建筑 现在他们还有一种建筑叫做 在英国建物史上叫做Bangaro 应该是这样拼吧 忘了 应该是这样 就是一种大屋嘛 一种大概就是一种 一种像这样的一个房子 可是是有狼的 这样 一种Bangaro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Bangaro 所以呢 第一章呢 他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个Viranda 这样的一个房子 在殖民的世界里面被发展成熟之后 他到日本 这是第一波的这个日本建筑的现代化 这样子 那这个部分呢 基本上是随着所谓的这个 那些跟西方第一波交易的那些人 基本上是一些商人的一些房子 好 那再来呢 他再来有一个东西他很好笑的 叫做绕着地球 一个是向东转 一个叫做向西转 就是那个 反正成成那个人就是 本来就是一个讲话还蛮好笑的 就是像西方 他讲的呢 其实是 是这个在明治维新之后 他叫做什么 叫做定木板的这个 这个白色夕阳管 其实就是这个雨林板 我讲的那个 那个雨林板 那个板是这样定的 那个叫做Shingle 这样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叫做这个木骨十兆 听懂音吗 什么叫做那个木骨十兆 就是气球 上次跟你讲那个气球球 下面是一个石头的系统 然后上面是开始放这个木条 所以呢你看他 那个第二章的第二节讲的 叫做那个北海道开拓于美国 我上次讲过 记得吧 我讲那个日期时代的前十年 就是跟这个事情是有关的嘛 对不对 这样子 所以你就大概知道这一章要讲什么 对不对 就是说呢 在他们这个明治维新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所用的其实是 是一个这种雨林板的 比如说第一 他第一种来到日本的是Viranda 是那些商行 那些商馆 比如说在博多啊 在一些海港的那些地方 那第二波 那个来到的是这种雨林板的 基本上跟这个北海道的开拓是有关的 然后他们这个参考来源是美国 这样子 好 再来你看到这个第三章 是一些产业建筑的 这个建筑的现代化 这个第三波的这种建筑的现代化 是跟这种厂业的建筑也有关 就我这边讲的 叫做整厂输入 比如说呢 我今天要今天 因为明治维新 所以我要在这个 这个日本要盖一个钢铁厂 我什么都不会做啊 怎么办呢 就找一个 就找一个 比如说一个德国的祭司 或是一个英国的祭司 你帮我把整个厂都搬过来 对不对 那它整个这个厂这个搬过来的时候呢 还不止这个机器的设备 包括那个房子长什么样子 就是按原来的东西把它搬过来就对了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条件去设计一个东西 跟本地是有关的 因为本来就是全部都是从外面来的 所以叫做一个整厂输入 这样子 所以呢 他基本上就 看那个三字二章 那个三字二节 就谈到一个人叫做 叫做Waters 这个人就是一个英国人 就是把这些产业建筑 从英国把它整个know how 把它搬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日本 那个 那你可以想像在这个过程里面 基本上就是那些产业的建筑 那些工厂嘛 一些那个仓库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种房子 大概下面就是用石头用砖砌的 上面是一个钢架 一样的一个房子 再来呢 第四章跟第五章 他就是非常有趣 第四章讲的呢 是在前面这样的一个 有三坡的这个建筑的现代化之后 这个本地的回应 第一个对这个事情 做出回应的人是 是匠师 因为日本没有建筑师啊 那个 那个 那个日本的建筑教育 要到明治维新 到1970年以后才开始 在之前没有建筑师啊 那 那是谁跟这些希望能 这个一起搞的 就是这些匠师嘛 所以这些匠师跟希望能 学了之后呢 他们也搞他们自己的 所以他把它叫做 叫做拧洋风 这样子 然后他东西叫做西洋馆 我们叫做 台湾叫做洋楼啦 他可能是 可能是住宅 可能是办公室 可能是个商店 反正就是由匠师 用西方人的这个系统 然后自己去搞的一种 一种重心的产物 我们叫做洋果子 其实就是指的就是这些东西 再来呢 是叫做这个文明开化的花朵 就是这个拧洋风二 他跟拧洋风一是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基本上这个部分 开始出现一些理论 他有一些知识分子 开始介入到这个里面去 或甚至呢 是一些有读过书 有读过这个西方书 那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人 开始被卷到这个里面去 所以叫做这个文明开化 文明开化呢 是这个明治维新的一个口号 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他本来是一些 一些私底下的交换 到了这个地方 已经开始要浮出这个台面 进入到一个 一个正式的一个系统 这里面去 所以呢 整个会看到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这四章 基本上就是讲的是 这种西方的建筑 已经变成是 日本的一个正式的系统 第一个他谈到叫做 预聘建筑家的活跃 什么叫做预聘 就是 就是预就是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是谁 日本天皇就是日本政府 就是政府所聘请的那些建筑家 他已经不是一个下面的系统 是一个上面的系统 那当然跟这个明治维新是有关的嘛 我应该跟你们讲过说 那个明治维新 我应该还没跟你讲过这一段 明治维新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所知道的 最激进的一个现代化之一 很少有搞现代化搞到这么彻底的 那个明治维新的现代化多彻底 讲给你们听 他是呢 他不断是由日本天皇所颁布的一个现代化 而且是由日本天皇自己 那个以身作折搞的一个现代化 他白白准就是一个由上而下的运动 这样子 由政府所领导的一个运动 所以呢 从明治维新的那一天开始 那个日本天皇在他的子民的面前 到今天都还是这样 他绝对不穿和服 他在子民的面前绝对穿的是西装 那个只有他在家裡才穿和服 表示他对于这种现代化的一种 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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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怎么讲 一种 决心 对 一种非常有决心的一种支持 我们只能这样做就对 那你们如果去读 你们应该也不用读 你们常看日剧就看很多了 就是 对不对 在讲说他们在明治维新期 才欠在一个东西 是一个幕府时代的结束 那幕府基本上就是 就是封建时代 所以由这些大家族所掌握 那个日本天皇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人 可是呢 这里面其实明治维新是一个政权的转移 对不对 整个这个日本的政权 从这些大家族要转回到 这个日本天皇的手上 他 就是说日本天皇为什么拥有这个权力 因为他推动现代化 如果他不推动现代化的话 那他的权力就没有正当性 所以对来讲那也是一条不归路 否则就这个 他这个天皇所拥有的这个权力 他可能又要还回去 所以这个部分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呢 是有所谓的这种 这种预聘的建筑师这样的一个 一个历史的一个因缘 好 那这个部分呢 他所弄进来的东西呢 跟前面是不一样的 好 前面呢一个是veranda 是在 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印度所发展出来的 的这种殖民 木古石造 变成一个类型 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不是正统的 而不是正统 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个 那个 第三个 这些 这些杨式的工厂 在西方的建筑室上面 也不会被放到这里面去 对不对 好 再来呢 那个第四章第五章 就是这个杨果子 这个 这个 他更是不会放到建筑室里面 孔德 这个叫做 也就是被翻译的 叫做 叫做康 叫做康 康德 的这个 这个 这个英国的建筑师 在英国 名不见 名不见 金传 可是到了日本 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 我们今天谈那个 日本建筑教育的起源 这个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呢 他被 被 被聘到他们那时候的公部大学 去当他们这个造物学科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主任 他是讲座教授 然后呢 他创办了今天的这个 东京大学的建筑系 这样子 所以呢 在他的这个 这个下头呢 就是 就是这些人被训练出来了 其中最重要一个人呢 就是 这个 这是 这是 这是所谓的日本的第一代的建筑师 比如说这个人呢 在 1970年代的时候呢 到 这个 那个时候不叫东京大学 应该叫做公部大学吧 去念建筑系 当这个孔德的这个 这个学生 然后呢 他在 在 1980年代的时候 那个 回 那个回到东京 回去 那个东京大学 就 就接替了这个 这个孔德的地位 变成是 他们那个 日本第一代 第一代 的 这个什么 日本第一代的建筑师跟 跟建筑教育的开拓者 也就是他们在 十多年间 就把这个 这个朝代就 就替换 变成他们 他们自己的去掌控 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另外一个呢 在 六四三章呢 还有 那这个 这个孔德呢 基本上 还那时候还在 日本盖了一个 全日本最高的一个 一个专造的建筑 日本第一代建筑师 就讲这些人 这样子 那个包括有 这个 陈也金 那个 那个金武啊 有片山 有片山 东雄 你们到日本呢 要看一个房子 你们大概都不太会去看 当然很多人都喜欢去看贵离宫啦 贵离宫要预约很久 就看看 看看漂亮的照片 应该就可以了 一个很棒的房子 其实是那个 那个 那个片山东雄 所做的这个刺板离宫 我找一下 这个 陈也金武 其实 就好像 承认在里面 书里面所讲的 其实他的 才气有限 他其实 不是很 他们那个时候 最有才气的 应该是 是片山东 那个跟那个 那个片山东 跟那个七木 七木 赖黄 七字二十四 七字二十四 七字二十四是不是 你们翻到一百九十八页 有一张照片叫做 这个人叫做七木 七木 七木赖黄 七字二 七字二十一页 有一个人叫做片山东雄 我觉得这两个人 其实他们的才气比 比这个还高 那你翻到 翻到七字二十四页 不是 那个二百零六页 除这个七字二十四 这个刺板离宫 这是整个他们呢 去学习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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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建筑的一个最高峰 不过他们现在呢 那个 那个 一般谈的是东京 那个东京车站 可是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是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 那个 那个台北 台北宾馆的前身的意思 就是从这样来的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各位就看到说 那个 那个 这里面就是谈这个 那他七字一节 有个非常有趣的东西 叫做 何谓历史主义 当然这里面有两个对历史主义的看法 一个是呢 在西方的这个传统上面 他们什么叫 称之叫历史主义 以及呢 他传到日本以后 日本人怎么去理解这个日本主义 我觉得这个滕森厉害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人写 就写到前面那个部分 可以写得清楚 就很偷笑了 就是一种 一种教科书的说法 可是滕森这个人呢 绝对不会把这个教科书的东西 写清楚而已 他自己一定要去把这事情 用他自己的看法再讲一次 那个 所以说 再来呢 你就可以看到呢 他们所谓的英国派 德国派跟法国派 每个人呢 有时候 这里面其实非常有趣的 他在表达一个观点 就是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现代 其实就是 我常常在做一个比喻 我常常演讲的时候就有个比喻 什么叫现代 其实就是 那个虾子摸象 听懂吗 有个人摸到那只象腿 有个人摸到象耳朵 有个人摸到这个象牙 所以呢摸到象腿就变成是英国派 摸到象耳朵就变成是德国派 摸到象牙就变成是法国派 这样听懂吗 所以呢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 你对现代是知道的 现代其实是一只从来没有被看到全貌的一只大象 摸到就是一个片段 一个片段 非常有趣的 真的是这件事情 好 大概是讲这样的一个事情 再来呢 这个第八章 第八章其实很重要 大概是成本书里面最重要的 的一个部分 就是呢 等到他们的这个第二代的建物师 甚至到第三代的建筑师的时候呢 以及到了这个大政的时代 你们知道大政是几年吗 大政就是我们的这个民国的元年 1912年 刚好是同一年 到了这个大政时代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逐渐的这个把自己定 已经逐渐把自己定位成 他们自己可以去创造那种建筑的 你看今天的日本建筑 其实都还是一件很 我个人看起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地方 我了不起倒不是说我很喜欢他们 是说你很公正客观去评价他们 他们真的很会搞 这样 你想想看 你看到目前为止 这个日本有三个这个 这个普提志奖的那个 那个 这个 得主的单下 有魅导 有异东 三个 你去创看其他地方 有哪个国家有三个 安藤 安藤 对 四个 是 曾文彦 五个 真的 你说上看就是 可是你知道吗 你看 那个在 在这五个人里面 除了这个 这个 曾文彦曾经 那个出国之外 其他四个人 都是 都是本土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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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那个 安藤是自己学的 连经过建筑 政治建筑之后都没有 那个 魅导也不是什么 太像样的大学 出来了 是啊 是啊 对不对 然后那个 那个 伊东也没出过国 他们都是用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土 他们自己的土壤去搞的 他们没有用什么 太多的外力 他们就把自己变成是其中的一个 世界建筑里面 重要的一个组成的部分 你那台世界建筑里面 你怎么可能会不谈这个 日本 可是他们不是说用很多的 很多的 那个 外 那个 外国 其中很重要其实就是第八章 他们从这个时候就是对 这个 对于自己怎么样去对一个 一个 对于西方的建筑的这个传入 去做出一种 一种 回应 回应就是说呢 我不要只听你的 我要跟你对 我要跟你对话 我不是说你讲的 我都一直点头 都对对对对对 他说我要讲我的话 那个给你听 你讲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也会讲我的道 我也讲这个 所以基本上是在谈这个事情 所以呢 八支一谈是说对于这个理论的觉悟 我讲的开始发展一种对话的关系 再来是说呢 与这个传统的抗争嘛 这传统其实就是 开始要摆脱这个 这个日本本身的束缚 也要摆脱这些西方的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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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传统建筑的 的束缚 所以呢 他们开始接受这个 这个新艺术运动 这新艺术运动呢 就是开始在日本出现一些 一些表现主义的一些建筑师 这些建筑师其实是很棒的 那个 那个藤森曾经出过一本书 那书你们应该也没看过 叫做《原现代住宅》 他讨论的一批建筑师呢 在日本建筑史上面很少被讨论的 是把那个 那个 那种日本建筑 传统住宅跟西方的现代住宅 把它混合在一起的一种非常奇异的 一个状态 你知道吗 他讨论过这种这样 就是对所有东西的背叛 新艺术在这里讲的就是说 我什么都 什么传统都不要的意思 这样子 最后呢 一个东西叫做发现实用 从美国里面他们学到的是一个实用 这样子 所以你看他们开始想这些事情 再来呢 可以看到这个第九章呢 就看到的是说 原来到了这个大政时代的时候呢 他们呢开始跟美国建筑 变得非常的密切 最后呢 他们这个培养出一种 一种自己的 一种很特别的 这一群人叫做新感觉派 那个腾生用的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名称 叫新感觉派 其实就是那种日本的这个表现主义 你们翻到296页 我很快地跟你们翻一下 一些很重要的人 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的 新感觉派就是所谓的这个自由 自由样式 自由样式 知道什么样式嘛 就是说 我自己搞了 这样子 那其中一个人叫做这个野口孙氏 这样子 所以呢 他们出现一个重要的东西叫做野口氏 那个再来呢 有个更重要的人是298页 第二段 第一行就有个人叫做这个武田五一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这样子 然后呢 那个再接下来呢 有一个人叫做这个田边纯吉 你们都没有听过 在那个299页的第 就是第一段 叫做除了那个野口跟武田之外 另外一个人叫做这个田边纯吉 那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这个武田五一 这样子 那那个其中呢 那个最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呢 是在三百页 三百页的那个字里面 他说新艺术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 大概是在1901 大概在1910年之后就退出历史舞台 那现代设计倚靠这个德国的这个表现派 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 那由此而获得一个新的生命力的新感觉派 在大正末期跟赵俄初期呢 在西元1925年 也就是说呢 是在这个关东大地震之后 关东大地震是1923年 这开始的十年间迎来自己的第二村 其中的工程是叫做一个叫做长谷部瑞吉 一个叫做佐藤工一 一个叫做安景武雄 非常重要的这个人就是这个佐藤工一 那这个佐藤工一呢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房子 是301页 他说他导致上说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这个 这个佐藤工一的代表座 这个早稻田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大卫纪念堂 请各位就翻过来 看到这个大卫纪念堂 看到那个看到这个9至34有没有 的这张图 这是一个非常 在日本就在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房子 你看这个房子做到这个样子 你就知道说呢 他真的很自在的 对不对 房子就自己做了 里面呢 那个你说有古典 他有 有很好的感 很好的这个感觉 也都有 这样子 你说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自己的状态 看起来也都有 你就把前面的这个建筑 把它都一个一个翻翻翻翻翻 翻到这个地方 你就觉得这个房子真的很出色 这样子 那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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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从这个之后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好 好 我再翻到这跟你们讲 我刚才我忘了先翻一下 好 所以你们大概知道先到 先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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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公益的这个 这个 这个大会进行非常重要的 非常历史性的一个房子 再来呢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讲的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日本的现代设计 就是开始进入到一个东西 第一个呢 一个东西呢 叫做社会政策派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台湾就一直都没有这种东西的出现 什么叫做社会政策派 它其实呢 就是一个左派的立场 就是呢 在回应你们 你们不是看那个日本百年的时候 开始看到很多的暴动吗 那个 那个工人的 的 运动 也说 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的日本 它 这个现代化的结果 就是跟 跟欧洲的现代化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出现了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左派的运动 那左派运动就是 要替这些 这些功能要磨福利嘛 那 你怎么样替这些功能磨福利 最简单就是解决他们的住宅问题 可是这个 这个 这个住宅基本上已经变成了一个 一个 一个资本家 那个 那个要做这个资本累积的工具 所以呢 要透过一个社会政策 才能把这个东西把它夺回来 这样子 所以呢 这里面讲的是这个 这个日本的 在日本建筑界的一个 一个 一个左派的运动 其中一个核心性的人物 311页 就是那个左野利器 对 这样子 这个是整个事情的一个 一个中心 可是呢 你注意看他们的这个社会政策派 跟台湾的这个社会政策派 这些假社会政策派 不一样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它前面有一张图 这张图 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 他们所谓的这个政策派 除了掌握了这个都市计划 跟这个住宅的改良之外 我们台湾的这个社会政策派 连都市计划都搞不懂 这样子 更不要谈什么住宅改良之外 可是更厉害的是你看接下来 他们呢 还谈耐政 还谈防火 你要记得吗 人家那种搞社会政策的 真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弄得很清楚 连一个房子的这个 那个耐政的法规 那个防火法规该怎么做 都搞得清楚 所以真的是一个政策 你说最后就可以变成法规嘛 这样子 所以呢 你读这个社会政策派的时候呢 它没有什么房子可以看 你知道吗 没有什么 它不像前面有很多的图 这没有办法放图 因为它是一个政策的问题 可是这部分实际是个非常 非常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这叫做这个社会政策派 所以呢 再来就是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 就在讲说那个日本的现代设计 好 日本的现代设计呢 跟欧洲的现代设计很不一样的地方呢 是他这边所讲的 第十一章所讲的 是由表现派所开始的 你们如果去读这个 1920年代的这个 这个在欧洲所发生的这个现代运动的话 那就有两个流派 一个是Bowhouse所代表的这个 这个理性主义 另外一个是由这个 这个像这个 这个Tout 或是那个 那个 这个Mondesong 他们所代表的那个 那个表现主义派 这样子 那在日本很特别的 是由表现主义派 那个开始 反而这个 这个理性派是 是比较后来的结果 这样子 所以呢 对于这个日本来说的话呢 他们其实对于这个 这个Bowhouse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理性主义 其实是比较 反而是比较次要的 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这个现代设计呢 其实是很多部分是跟他们这个新感决派 是可以连在一起 也就是说呢 整个这个 日本的这个现代设计的这个重点 在新感决派到表现主义的这一次 整个事情讲的大概是这样 你们现在所知道的 就那些人 其实日本有一些超精彩的人 这样子 就是从这个新感决派一直到这个表现主义 好 所以大概替你们把这本书 给大家简单的讲过一次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好好去看 如果你们真的要了解台湾建筑 一定要读这份书 没有办法 那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呢你从这里面就可以开始连到 连到这一本嘛 这样子 因为这本讲的是什么 这本讲的是1895年到1922年 它的范围其实还蛮小的 就是叫做建筑技术官僚跟殖民地的经营 建筑官僚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总督府 这个吟善克 所以相对的这本 你看喔 1895年到1992年 连到这本书里面是什么地方 对不对 那个我刚才讲了嘛 就是这个大政是1912年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第七章跟第八章 也说呢 那个第一代来到台湾的建筑师 在1895年的时候所来的嘛 那些人是谁 那些人就是 就是陈也金吾的学生嘛 陈也金吾是在1880年的时候回到这个 这个学校去教书嘛 对不对 所以等1895年以后来的学生 都是这个就是陈也金吾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总督府 尹善克里面 有一派叫做陈也派 我刚才跟你讲那个台北火车站 他为什么长那个样子 就是标准的一个陈也派 所以这个是要跟这个东西要连在一起 所以你就会看到说 好那如果到了第八章的时候 从明治到大镇 有这么多的一个反叛的话 那在这里面会不会有 当然也有 所以其实这个总督府 尹善克不是铁板一块 他不是一个 大家看法都一样 他是一个看法非常分歧的 可是基本上他还是一个精英 是在这个殖民地里面 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 几乎是一个闭锁的一个状态 他们基本上就是 把日本的第七章 第八章 甚至你可以把它 那个往前延伸到第六章 那个往后延伸到第九章的这一块 他们基本上是把那一块接过来 在台湾做 他们不太敢管台湾的状况是什么 你们知道意思吗 反正他就是建筑王 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可是到了这个1922年 他为什么做一个断代 1922年做一个断代 里面他有写 到了那个1922年以后 这个总督府尹善克 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 是有一个人 来当这个总督府尹善克的科长 这个人一样也是 也是东京帝大毕业的 可是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 叫做景守勋 这样 这个人呢 在这个大概在1925年 26年以后 就开始当这个总督府的银善克长 当到大概差不多1940年 那个左右 这样 这个人 总督府银善克大概总共当了十几年 他就开始把第八章 谈到的这些事情 开始把它做到那个台湾的建筑里面 所以你看到那个中山堂 为什么跟其他房子很不一样 我本来这一档 我本来这一档要讲一个section 叫做这个总督府 跟这个中山堂的比较 你们看我那个 就是其实就是在讲这个东西的产品 这样子 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好 那怎么读那个黄俊明这个部分 黄俊明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把 这个1895年到1922年 这段非常关键的时间 用两个案例把它讲清楚 一个是总督府 一个是台北宾馆 他在这个房子 这书在讲这两栋房子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非常 非常有趣的方块 比如说他在谈一个人 叫做福田东吴 这是第一 应该是 我记得这个人是第一任还是第二任的 这个尹善克的科长 他不是念建筑的 他是东京地大的这个土木系 毕业的 可是我们从他盖房子的方式 猜想他应该曾经上过这个 这个陈也金吴的课 他在谈这些事情 那么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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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